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十亿竹梦克星穹铁道 2.2平若康宁一条龙地图全收集 攻略宝箱 折子小鸟护照 贴纸书籍梦境迷装 赤裸王下一桶金表 超隐藏成就刘梦娇热杀海选会场大剧院 这是十亿竹梦克星增的一个贴纸 我们传送到刘梦娇 就是左侧的 旧梦极阵传送点 所以这我们回头 回头上楼梯之后 右前方右侧 就能看到这个爵士 我们跟他对话 然后点击关于米哈耶尔 然后我们点击居中 然后跟前方的钟标小子对话 接着我们点击居中 然后我们直接前往 这个位置是在祝梦边境家族建设局的地方 出来之后我们回头 回头就能看到几个任务最终 然后获得一个答案 然后我们再次跟他对话 然后问的差不多了 然后又获得一个照片 然后我们再次按V 然后任务最终 回到刘梦娇的这个传送点 旧梦什么急证 然后我们回头 回头上楼梯 然后往右看 然后跟这个爵士对话 有事情想问你 钟表把戏强制启动 然后解锁 进来之后 那我们往前走 跟那些小鸟对话 接着我们回头 回头进入这个卡片 这些梦境空间 然后右前方 这个小调查 接着我们往前走 出门 出门之后 我们继续向前 根据这个任务 追踪 进入前方的门之后 我们停 然后往右看 然后这里有一个拼图 然后我们南方向 向小地图下方 我们下前方的这个楼梯 下楼梯之后 在这个楼梯左侧 就是第一块拼图 接着在我们的 就是西北方向 小地图左上角 这又是一块 然后接着在我们的 就是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角 往前 全部拾取完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 上楼梯 然后来到这个拼图的地方 上楼梯之后 往左拐 然后再上楼梯 再往左拐 来到拼图的地方 它总共就三块 拿出第一块 然后我旋转一次 接着我们拿出第二块 然后放在右侧的缺口 然后旋转一次 两次 三次 然后剩下这一块 放到最下方 旋转一次 然后点击前方的这个空间 我们进入空间 穿一个跟前方的爵士对话 然后我们再回头 回头进入这个后方的梦境空间 然后跟前方这个点击调查 然后根据这个任务之中 我们先出门 出门之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前方有三个NPC 对完画之后 我们往前走 来到前方之后 我们往右拐 进入右侧的门 然后一直往前走 然后我们继续向前 然后我们再次进入前方的梦境空间 然后我们下左侧的这个楼梯 兑换完之后 我们继续根据这个指引 我们往前走 然后再次跟前方 这个NPC对话 然后我们再跟这个爵士对话 然后给他唤醒 出来之后我们再次跟他对话 为奥尔拉 然后我们再按V 然后传送到就是 做梦变境的家族建设局 然后我们回头 跟这个家族使者对话 要获得贴纸 记得关注再走 我们下转换了